未经许可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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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跟着阿韩创作剧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松烟 松山烟场 松烟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能觉得蛮新颖的 因为这是新开的一条路 是从光复南路进来 华氏的正对面 非常的大宽12米 阿涵这次的作品呢也是12米 废话不多说就在后面 粉红色这一座 在松烟这个位置啊 后面这个刚好是以前松山烟厂的办公厅社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楼房比较高一点 建筑比较华丽细致一点 那这次我的作品呢 就设置在这个办公厅社的前方 我们这次的台湾灯会在台北 然后这是地方灯区的新住民灯区 那这个新住民灯区呢 创作概念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时候啊做新住民灯区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这几年谈到新住民 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可能移工 比如说越南啊泰国啊 然后或者是东南亚的移工 但是其实你真的去查新住民的定义 只要是不是台湾人 然后来到这边定居都叫做新住民 所以比如说嫁来这边的日本人 或是结了婚定居在台湾的美国人 都是新住民 所以新住民的料理就百百种 其实台北非常适合做这个创作 是因为在台北能够吃到非常多异国的料理 那这有很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台北特色就是多元族群跟文化融合 而且这个族群不是只有台湾人 汉人原住民 闽南客家哦 是各个国家的融合 所以啊这一次我的创作就以这个 种下台北味道为我们的创作名称 为什么叫做种下 除了在形式上非常呼应 就是这是一棵大树 种下味道 我们把味道种在这里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新住民来到台湾 随着他的生活落地生根 这些饮食 他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在这边开店 可能需要煮给他的家人吃 所以在口味上就需要跟着台湾的口味 去做一些转换 或是在食材上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日本的豆腐是圆的 但台湾豆腐是方的 光是这样 他就有一个食材上的形式的转化 所以种下台北味道就表示 落地生根之后 创造出来属于台北的味道 很多都是我们吃过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泰国料理 韩国料理 美国的汉堡都是 所以这次啊 在这个12米环束的这个圆环状里面 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超级大的圆桌 然后我用圆桌的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觉得圆桌就感觉像是融合的感觉 那新住民灯区想要传递给大家 就是族群融合嘛 所以用圆桌 同时呢 非常的台湾在地化 我们在版德的时候 不是一个圆一个圆的圆桌 都会用粉红色的塑胶桌布 来去套住 所以这个粉红色呢 其实也是同时呼应你的塑胶桌布 15道菜里面有13个国家的作品 其中有三个刚好都是中国 不同的省份的料理 在这个作品中 我用了很强烈的互动的形式 其实因为现在比较晚了 然后我们又要拍摄 所以大家都没有靠近 但我们今天一整个下午在这边的时候 超级多人就经过 除了看之外 他就会坐下来 可能跟朋友聊天 可能自己休息一下 或是发呆 而且这个桌子超大 它可以不只是一群人坐 可能这里有一群人 那里有一群人 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棒 我打造了一个休憩空间 而且是真的大家会愿意坐下来 而且坐下来频率非常的高 作品的互动啊 除了可以乘坐之外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15道菜吗 所以这15道菜 我就用我自己觉得最经典代表的料理 来去呈现这15道菜 大家就可以来看说 诶 这个像什么 比如说呢 他就看到这个料理以后 俯饰发现 诶 这个大碗宫里面是什么呢 可能会发现 这看起来很像米 这看起来很像生鱼片 看起来很像鲑鱼卵 其实因为我画的时候我都知道 这旁边呢 诶 看起来很像 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方形豆腐 我刚刚有讲到嘛 就是日本的豆腐是圆的 但在地化之后 它就会变成方形的 但口味上是一样的做法 这个呢可能就是 诶 味噌汤 这味噌汤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日式的鱼板 这个呢 就是日式料理的 散寿司定食 怎么样看答案对不对呢 或是看提示 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座位上 椅子上面我都有刻画 国家 像这个就是日本 所以你就可以看 诶 猜不出来 那这是日本 然后可能就会是一个提示 就是互相搭配跟呼吟 坐在上面 然后想象自己在吃日式料理 然后你看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有让它不要那么 离桌远那么近的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如果你在附近买了一些食物 想要在这里吃 诶 也是可以 但我觉得更适合是喝咖啡 像我刚刚就在这边喝咖啡 然后跟朋友聊天 那这一次的作品呢 我们还有跟新著名的朋友共创 我们邀请他们来 把他们家乡的味道刻画下来 然后这些味道呢 是他们来到台湾以后 还是常常回味跟吃 或是他会煮给家人吃的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沙爹吗 他说其实道地的沙爹啊 是会加那个花生酱 用香蕉叶去烤鸡肉串 他说因为鸡肉比较便宜 所以他们以前没有那么有钱的时候 都是吃鸡肉的沙爹 所以大家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是不是我们去外面点餐 点沙爹的时候 他大部分都是鸡肉 五种颜色15道料理 大家可以自己来摸索 然后大家一定会想说 那如果我看不出来怎么办 再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像这个啊 就是我在问我身边的朋友的时候 有两个朋友都一看就说 诶 这是爆米花 就完全方向错误 所以当你猜不出来的时候 看了提示又猜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呢 有在这个作品说明牌上面放QR Code 你一扫 然后我们就每一道料理 清清楚楚的告诉你说 这个其实不是爆米花 是肉末 这个是番茄 然后这是意大利面 所以这道料理呢 其实是意大利面 你可以跟着我走 比如说粉红色 绿色 然后这个没有按顺序哦 就是很随机的 不会跟你什么东南亚的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好像欧美都聚集在一起 没有没有 就是我就是随便摆 摆开心的 我们来橘色跟蓝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桌面上 你们可以看到一些镂空的图腾嘛 对不对 大家猜得出来 这个桌面上的镂空图腾 什么意思吗 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塑胶布上 到底要怎么做 如果全部让它是实心的 一点创意都没有 我就在想说 我对松烟有很深全面的了解 那时候去年初的时候 做了以松烟为主题的这个创作 在西巷走廊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就透彻研究了松山烟厂这个历史 然后跟当时烟厂的一些环境 有一个地方叫做锅炉房 大家记得锅炉房吗 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 它还在改建哦 现在已经变成开马咖啡了 锅炉房旁边一个超大的烟囱 所以这就是产生热能的地方 那当时的锅炉房不是说 一个是送来熏烟业的 一个是送去厨房 让厨师可以煮大家的中餐的 第三个是送到澡堂 所以在这三个中间呢 是不是中餐这件事情 就跟这次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因为松烟员工非常多 所以做完餐之后就会送到大食堂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连结在一起 我就觉得说 我们可以在松烟去想象 这一道一道的料理 都是透过当年那个锅炉房的热能 通过管线送到这个地方 煮出了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就是把这两个意象把它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这个图像啊 延伸了当时在那个锅炉房创作的某个部分 然后去把它做成桌面 还有你看到侧巾的部分 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 一道一道介绍这个料理里面的深奥秘密 不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也可以先跳过这一part 然后亲自来看 猜猜看 再看解答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解答的话 你就继续看下去 首先是法国的可丽露 我最喜欢它外皮脆脆焦焦 内部Q弹饱满的口感了 在画面中 我用俯式的可丽露 去排列成像万花筒的图案 那旁边呢 有可丽露的剖面纹路 一个孔洞一个孔洞的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摸摸喳喳 我在创作这个南洋很有名的甜点的时候啊 也是我研究最久的一次 因为小时候很喜欢吃 在泰式料理店常常可以吃到 但都不知道我到底吃到了什么 在画面中 正中间的那个是红毛丹 旁边一粒一粒的是西米露 再往周边一条一条线呢 是碎冰 上面还有芋头 菠萝蜜 红豆 雅达子 石榴 红宝石 还有地瓜丁 很特别吧 再来是中国云南的传统小吃破酥包 它最大的特色啊 就在于它扒开后 面皮一层一层一层堆叠而成的口感 我们在一般的云南餐厅可以吃到 或是你可以到桃园的龙钢市场 那里也有很多卖破酥包的店家哦 我在画面中一样用破酥包扒开之后 有一点像花朵的姿态跟样貌 一个一个个堆叠而成 中间加上馅料去把它创作而成 这个是云南的名菜剁椒鱼头 阿涵的爷爷是湖南人 所以我也超级喜欢吃这种辣辣重口味的料理 剁椒鱼头啊 会用大蒜姜 还有葱来爆香 很特别的是它用四根筷子拍成井字形 来把鱼头蒸熟 那再来呢 加入辣椒 所谓的剁椒就是腌制的红辣椒 那整个道料理呢 还会有豆豉葱花 以及最后淋上滚烫的热油就完成啦 再来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美国了 美式汉堡在台湾到处都可以吃到 有时候餐厅会把汉堡肉跟里面的菜 分开来放变成更优雅一点 所以阿涵就把它创作成 有面包上皮 面包下面的皮 有生菜 有切片的番茄 有酸黄瓜 起司 洋葱 还有牛肉 把它摆盘 旁边的圆圈圈 就是我们常常在吃汉堡的时候会配的气泡 像是可乐啊 汽水 接下来这个是印度烤饼 阿涵我在印度人开的这种纯正的印度料理店 曾经有吃过超好吃的印度烤饼 在画面中 有烤饼 三角形沾上了咖喱 旁边那一块一块的是红萝卜 一圈一圈的呢 是烹起的烤饼 焦焦香香的地方 周遭呢 是放入火炉中 慢慢烤熟的烤饼 所以用火来呈现 再来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韩国的韩式食锅拌饭 食锅拌饭又称为媳妇饭 它是韩国百年历史的传统米饭料理哦 而且它特别的是 它的饭啊 会有锅巴的香味 在画面中 中间那个圆 就是半熟蛋 那旁边呢 一格一格的 有泡菜 绿色的青菜 凉拌木耳 还有烤肉 上面撒了芝麻 还有一条一条的红萝卜丝 黄豆芽 有时候也会加上小黄瓜丝 那周遭一点一点的呢 就是食锅拌饭啦 沙爹原来起源于印尼 因为它非常的好吃 所以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也都非常的受欢迎 它通常是用木材或是木炭来烤 加上各种香辛料 因为鸡肉比较便宜 所以沙爹是用鸡肉来做的 会有香蕉叶 垫在下面 会有一种很像我们吃的大肠 包小肠里面大肠的这个糯米切片 那旁边呢 还会沾上花生酱 有时候是会沾上辣椒酱 那旁边有火包围一圈 也就是因为它通常是用木材或木炭来烤 接下来这个很好猜 它就是越南的越南河粉 它在台湾应该很容易吃得到 那我觉得它最特别的是 用滚烫的热汤 淋上鲜嫩的生牛肉 生牛肉瞬间变得粉嫩 好吃 在画面中有一条一条的河粉 豆芽菜 葱花 也可以加辣椒 还有牛肉片 九层塔 柠檬 以及淋上滚烫的热汤 接下来这个应该很好猜 它就是新加坡的娘惹糕 娘惹糕是南洋重要的甜点 它是用糯米一层一层蒸烤出来的 所以其实非常的耗食 那它那么多颜色 缤纷是用一些天然的食物的颜色 去把它加入 然后染色的 其中有我们常见的绿色 就是用它们传统的巴兰叶汁 所以非常的健康又天然 不说不知道 在新北市的中和有一条缅甸街 卖着非常多有特色的缅甸小吃 原来缅甸的华侨 除了早晨会来这里吃早餐之外 它们很习惯在下午的时候聚集三五好友 一起来喝杯很甜很甜的热奶茶或热咖啡 配上一些特色的糕点跟料理 那这也是缅甸华侨它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哦 比如说像是画面中 有棕糖糯米糕 西米露糕 煎蛋吐司 芭蕉糕 还有热奶茶 那旁边呢 有太阳刚升起的早晨 也有太阳快要下山的午后 啊我自己也还没有去吃过 也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尝先看看哦 接下来这个对大家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料理 它是日本的定食 在这个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圈一圈一圈的 下面呢就是木参盘的纹路 最大的那个碗呢的俯饰 它就是海鲜饭 上面呢会有一些 像是紫苏叶 wasabi 米饭 鲑鱼卵 还有新鲜的生鱼片 左边这个圆呢 是日式的胡麻豆腐 上面就是胡麻酱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说的是种下台北味道 其实在日本吃的这个胡麻豆腐啊 豆腐是圆形的 可是因为台湾的豆腐呢 是方形的 所以呢它也就入境随俗呢 在台湾吃到的 就会是方形的胡麻豆腐 上面那碗呢 可以透过鱼板 还有两个大大的圆 看得出来还就是 购完味噌汤 接下来这个啊 是香港的港式叉烧饭 它几乎可以算是 我们三不五时 就会吃的日常美食 在画面中 有一颗荷包蛋 左边看起来很像 一个森林的呢 是芥兰菜 它会把米饭添得 像椭圆形般的工整 上面会铺埋一片一片的叉烧 再淋上 以油葱为基底的酱汁 那旁边的线条呢 就是酱汁淋上去之后 在餐盘上 所留下来的样貌 这个应该蛮好猜的 它就是泰国著名的月亮虾饼 月亮虾饼啊 其实是因为 它在还没有切片前呢 它是一个圆圆的形状 所以取名叫做月亮虾饼 其实虾肉是打成泥 具有蓬松的酥脆感 看它来到台湾之后啊 因为大家追求的是 不同的风味跟口感 所以呢 里面就会混合着 不均匀的虾丁 可以吃到扎扎实实的虾 所以画面中 除了切片的月亮虾饼 我还画了虾子月亮 生菜 还有中间很好吃的沾酱 很多人看到以后都说 中间这个是不是爆米花 它其实是意大利的肉酱面 意大利肉酱面呢 算是意大利面的经典 除了旁边有一圈的鼻管面之外 中间不规则的线条呢 是平常我们吃的直直的面条 那旁边有一圈呢 是切片的小番茄剖面 中间这个传说很像爆米花的呢 就是肉酱啦 好啦 这是武道的新著名料理 你猜对了几题呢 那我们再回到现场看看吧 这个作品因为是灯会嘛 所以最重要的重头戏 就是灯光亮起来之后 大概到傍晚这个时间呢 灯光亮起来 就会有一种 在户外 昏黄的灯光下 吃板斗的感觉 板斗通常都是在半户外 就打着黄黄的灯 然后一堆人聚集在一起 到了晚上 作品整个从桌面里面亮起来 往树的方向打 往地上打 我们在下面设置了白色的草皮 也可以反射这个我们漆的粉红色光 所以它又增添一种梦幻的感觉 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这一次这个作品 我觉得比预期更高的效果 是在于它让人群聚集的这个功能 就是我没有想到 大家会这么热爱的坐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花一些时间 在这个树下 在这个微风中 乘凉 我觉得它 在我的过往的作品当中 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跟创作的体验 是我这次觉得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很期待 灯会在2月2号开始展出 今年的灯会 整个在台北东区 从国附经验馆 市政府 信义区 中校东路 中校敦画 东区整个巷弄间 都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适合 找几天的时间穿梭巷弄 然后来看看精彩的作品 光是在这个松烟 除了我这个作品之外 旁边你看那边就有一个 那边就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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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 这次的灯会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以前的灯会很常 是可能是在一个空旷场域 那这个灯会呢 是在城市间 所以它难度其实高 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用心的在做这个灯会 你除了看灯会的同时 你可以 你看比如说像来松烟 你看灯会的同时 你可以认识松烟 你可以逛松烟 在周边逛街吃东西 都是非常方便的 by the way 我这次的灯会 光是灯会过年期间 就有四个作品 所以你来一趟 就可以搜集阿含四个作品 是不是很划算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 开启小铃铛 按赞订阅分享 就不会错过其他的影片了 新年快乐 要去看其他作品的影片哦 还有四个串在一起的旅游的影片 那就先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